慈慧寺举办108天的地藏法会 希望化解众生的108种烦恼 一般寺院经常举办的法会 大多为梁黄、三十系念或八观摘戒、要师禅等等 通常是一至五天或一周就会圆满 但位于台南市后比区的青湖山福慧寺 却发心举办了108天的地藏法会 为何发此心法师提到 所以呢 我在有一天 我只要自己青湖来提供 在我要感恩、报恩、念恩 报到我的祖父 上星、上星、夏天、老和尚 所以我只要在福安一百八天 我是一直想求求我的师父原谅我 因为我不晓得我到底我现在要改如何 所以我就来发愿一百零八天 在我们在建成的主法上是上完下山大法师 他真的很有管理 为了他自己本身也要选择 为了他自己本身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 我刚才来台开地位 所以他说要来上一百零八日的这种经文 因为他也希望大家所有政生都可以立刻 改度到心心的痛苦不痛 可以心心地像帝宗菩萨 有这个帝宗菩萨 他希望大家都可以在住宅 可以立刻这种好因 所以他很希望可以带领 帝宗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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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师希望藉由此法回功德 为世界祈安 日期从即日起到国立8月21号 将近四个月的时间 信众随时都可以来慈慧寺礼佛 随喜参加 法杰新闻五庸曲 台南采访报导 本期字次回予访者